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举行 习近平向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祝贺 除了是为了你自己 都希望都是为家人 在这个非常时期 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家庭圈 尽量留在家里 香港疫情迅速恶化 单日新增80例 港府宣布收紧防疫措施 黄毅与日本外务大臣在东京会晤中日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美国联邦政府官员致信拜登只将协助他正式启动交接进程 持续启动车区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香港的疫情 截止到今天的零点 香港单日新增80例新冠肺炎的确诊 其中69例是本地感染 实力源头不明 那针对目前迅速恶化的情况 港府也宣布收紧防疫措施 包括一系列室内的娱乐场所需要关闭一周时间 同时也呼吁市民减少跨家庭的不必要社交 雇主应该尽量安排员工在家办公 香港单日新增80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本地感染占69例 跳舞群组这一次疫情发生以来 最大的感染群组持续扩大 涉及病例已经达到187宗 特区政府应对快速恶化的疫情 宣布收紧社交距离限制措施 一系列室内娱乐场所 包括酒吧 酒馆和派对房间等 周四开始需要关闭七天 而在受到规管的多类室内场所中进行的歌舞等现场活动 也需要暂停一周 各类宴会需要控制规模 每桌现座四人最多十桌 另外 接受入境人士隔离检疫的酒店 必须要将检疫和非检疫的房间进行区隔 并督查隔离人士不得离开房间或接受探访 我们以上提出的措施都是具有针对性 政府也在考虑措施的时候 主要是希望减低不必要的高风险的群体聚集 消闲的活动 同时也会考虑到尽量对于市民日常生活 不要构成不必要的影响 我也希望市民和业界理解和合作 陈肇事表示 至今已有约2800名到过21个与跳舞群组有关场所的市民 接受了强制检测 当中寻获约50位初步确诊者 而从近期的确诊者中看出 很多都是二三代传播 通过跨家庭的小型聚会再传给家人 他呼吁市民暂时停止此类活动 我特别是呼吁各位市民 除了是为了你自己 都希望都是为家人 在这个非常时期 一定是要守护好自己的家庭圈 尽量留在家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减少外出用线 以及减少与同住家人以外的朋友 进行社交聚会 陈肇事也呼吁 全港雇主尽量安排雇员居家工作 或谈性安排上班时间 减少因为通勤高峰 人群聚集导致的疫情传播风险 凤凰卫视赵领峰香港报道 因香港疫情的急速恶化 特首林郑月娥将要求更多特定群组 要接受强制检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周二早上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 本地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一周恶化得非常快 而且以本地个案为主 不少源头不明 鉴于刑事严峻 政府将要求四类人士接受强制检测 包括涉及跳舞出所人士的特大群组 求诊时有病争的人士 安老院设或残疾院设的人士及员工 以及第14机 检测方面 林郑月娥指 深喉唾液检测样本评 除了在医管局47间诊所继续判发 还将扩展至全港121间留政局 并计划扩展到主要港铁站内 方便市民进行免费检测 另外政府最快在这个星期 再增加5间社区检测中心 并总数增加到9间 防疫物资方面 政府货仓存有近3亿个口罩 林郑月娥形容非常足够 市民不用担心 至于检疫中心 迪士尼第二期徒弟2000个单位即将落成 足以令4000名紧密接触者同一时间 在里面接受强制检疫 而亚伯馆的特制检疫措施 目前也有688个床位 如有院设爆发疫情 可以让整间院设的人士前往警疫 林郑月娥还表示 当局推出的安心出行 首期城市反映理想 15级卫生区局长 稍后也会发出指令 要求指定场所 账贴二维码 日后有需要的时候 会强制市民进入指定处所前 必须使用城市扫描二维码记录行踪 便于出现确诊个案后进行追踪 凤凰卫视 金小飞 香港报道 香港第四波疫情在急速的恶化 预料在短期之内 可能会有大量的病人需要入院治疗 因此香港医管局也宣布 从本周三开始重新启用 亚洲国际展览馆社区的治疗设施 那除了轻症患者之外 初步确诊者会先送到那里接受治疗 预计在第一天会超过有40名患者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恶化 加上冬季流感夹击 公立医院病床需求极增 医管局从周三起 重启亚博馆一号及二号展馆 接收轻症确诊患者和初步确诊者 并为他们提供 验血 照X光等初步检查 初步确诊者可以在二号展馆等待检测 全程需要大约三个小时 他们全程需要佩戴口罩 如果样本结果再次呈阳性 就会被送往一号管 医管局表示 会采取严格感染控制措施 两个场馆的患者不会有任何接触 两个展馆最多可以提供900张病床 预料首阶段会先启用200张 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 当局会再启用另外四个展馆 一共可以提供大约1900张病床 凤浩卫视李千千 香港报道 深圳市口岸办公室日前发布 关于回港易计划返港人员 经深圳湾口岸通关的提示 深圳市口岸办提醒旅客注意 已经申请取得香港特区政府 回港易计划预约通关名额的旅客 在完成深圳方出境手续后 如果不符合香港回港易计划入境要求 无法办理港方入境手续的人员 返回深圳后将会安排实施 14天隔离医学观察 而如果完成港方入境手续后 取消赴港行程需要返回深圳的人员 如果持有越港双方认可医疗机构 出具的生成时间24小时内的 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报告 将予以入境并且实施 14天隔离医学观察 如果不持有将不予入境 另外深圳口岸办也提醒旅客注意 深圳湾口岸旅客通关时间 为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8点 口岸现场已经设置了 回港易计划返港人员出境流程标志指引 旅客需要前往指定查验通道 办理出境手续和接受卫生检疫 按照回港易计划要求 旅客需要提前准备香港卫生署通关绿码 有效核酸检测报告 通关预约名额证明 通关预约日期证明等验证材料 在口岸现场备查 旅客也可以驾乘两地牌小车出境 全部同车人员都需要 持有相关的验证材料 凤凰卫视张锡礼听声 深圳报道 香港的疫情急速恶化 特区政府也宣布收紧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到视频论员 吴学兰女士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点评 学兰香港又进入到第四波的疫情 跟疫情的反复性 什么是当务之急呢 我认为当务之急 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个癥结 其实你刚才在介绍新闻的时候 说到现在港府不可以说不重视 也出台了很多的组合拳 但是最核心的东西 也就是强制全民检测 其实目前港府还没有排上一时日程 我们知道在9月份的时候 港府曾经是实施了所谓的全民检疫 当时是有178万人参加了 但是全香港是超过700万人 现在应该讲香港是全民戴口罩 但是为什么还防不住这个病毒呢 其实最近的病例我们都看到了 隐形的传播链 包括可能也有超级传播者都已经出现了 那如果还不进行一个真正全民的 也就是说700万人都要参加的一个检测的话 那还是找不到源头 那还是发病之后 我们再来请他们去进行隔离 我们再来给他们治病 包括再给这些人去付一些津贴 每个月多少钱 但这只能说对于解决核心问题 一点帮助都没有 因此我认为现在港府呢 还是要回归到怎么样能够尽快地进行全民的一个强制检测 可能在立法或者说法律方面有一些必要的准备 那另外就是如果呢 全民检测之后还才可能把这个健康码来用起来 这些呢香港都不需要独创了 中国内地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经验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学学中国内地的经验 只有这样香港的疫情才能遏制住 否则香港的经济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春天呢 你看前段时间我们讨论过 香港和新加坡之间还有这个泡泡计划 现在基本上也都搁置了 如果再不解决问题的一个最核心的癥结 那么香港疫情的防控还是一个大的难题 可能还要久拓不至 陆陈 好 谢谢吴雪兰女士的分析和点评 下一回来我们会关注到的是 巴基斯坦谴责印度违反了警火协议 袭击平民 妄图破坏中巴经济走廊 拜登陆续公布新班子人选 强调要建立多元政府 韩德赛表示在全球蜂拥争抢疫苗的时候 新疫苗必须公平分配 这种车这一站国际专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晚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意同德方加强疫苗交流合作 推动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得到公平的分配 特别是让发展中国家获益 习近平指出 中国正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扩大内需 扩大开放 这将给德国带来新机遇 中方也希望德方和欧方 对中国企业保持开放 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 始终把握好对话合作的主导面 和互利共赢的主基调 希望新一轮中德政府磋商 为双方各领域合作 谋布局 中方愿意同欧方就下个阶段 中欧重大的议题 继续密切沟通 努力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如期完成 为新形势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默克尔表示 希望双方就疫苗合作 加强沟通 推进贸易投资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合作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今天抵达日本东京进行访问 王毅同日本的外相 茂木敏冲 举行了外长会晤 双方达成多项共识 其中包括11月内 恢复商务人士的往来 年内设立中日海空联络机制 直通电话等内容 日方表示 稳定的中日关系 对于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 至关重要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中二起对日本进行访问 王毅在当天下午抵达东京 雨天机场 下午在东京的范仓公馆 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冲 举行了大约两小时的中日外长会谈 在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 王毅表示 中日双方达成了五点共识 六个决定 包括双方决定 基于四份重要文件 互为伙伴 不为威胁 构筑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 共同抗击疫情 明年举办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双方一直同意要遵循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 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 坚持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精神 增进互信 正向互动 努力构建 去和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中日双方还决定 11月内将允许两国商务人士入境 建立中日食品农水产品跨部门协调机制 并争取年内开通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 加强管控 茂木表示 中日两国稳定的双边关系 对地区国际社会至关重要 日本也呼吁中方尽快撤销 对日本灾区农产品的进口限制 中日外长会谈结束之后 王毅将同茂木共进工作晚餐 周三 王毅将同日本首相菅义伟在首相官邸会面 并与前首相福田康夫 自民党干事长二杰俊博举行会谈 这次王毅访认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中国要人首次恢复于日本的往来 同时也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在9月份就任首相之后 第一次与中国要人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日方关注今后中日关系的走向 富豪威士林苗 是林郑胜 日本东京报道 巴基斯坦召见印度外交官 对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提出抗议 同时对印军昨天在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 违反停火协议 抛击了八方一侧 导致十几名平民受伤 表示谴责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 谴责印军在印控克什米尔制造冲突假象 打死四名无辜克什米尔平民 并召见印度外交官提出抗议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 巴基斯坦拒绝印度非法改变印控克什米尔自治地位的做法 敦促联合国采取行动 阻止印度停止一系列违反人权的做法 而巴基斯坦军方表示 印度23日再次在印巴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违反停火协议 对巴基斯坦一侧发起炮击 击中当地一婚礼现场 导致6名妇女和4名儿童在内的11名平民受伤 随后巴基斯坦外交部对印军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表示谴责 敦促印度立即停止违反联合国决议 国际法和印巴双边协议的做法 而巴基斯坦外长库勒西则指责印度支持恐怖主义 妄图破坏中巴经济走廊 并称已将相关证据公诸于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表示 任何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的图谋都不会成功 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报道 关注一下美国的权力交界 美国联邦总务署署长莫菲昨天向后任总统拜登致信 只会协助拜登启动正式的过度交接进程 而总统特朗普证实了这个消息 但他重申挑战大选结果的司法诉讼没完 信件指 根据最近大选诉讼情况和各州确认点票结果 总务署通知拜登可以使用总统过度法所授权的资源和服务 又指有关大选的争议应该由法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去处理 总务署不应凌驾于司法程序 也不能决定大选的胜利者 莫菲在信中表示 他是根据法律和事实独立做出决定 他从没有受到白宫等行政部门指示 蓄意拖延或加快过度进程 又指他本人与同僚和家人都收到大量恐吓 企图脅迫他过早做出决定 不过他坚守法律没有妥协 拜登团队发表声明 指总务署已确认拜登明显示大选的胜利者 在接下来几天 过度团队将开始与联邦官员会面 讨论疫情应对 全面检视国家安全利益 以及全面了解特朗普政府掏空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 总务署授权拜登可使用合共730万美元公费 用作筹组过度班子等开支 并根据相关法律提供协助 拜登将可以使用官方办事处 以及听取国安简报 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回应 感谢署长墨菲的工作 指他不希望墨菲受到骚扰和胁迫 他并强调是为了国家利益 建议墨菲根据程序处理必要的工作 并下令自己的团队进行同样的工作 不过特朗普仍未承认大选落败 重申大选诉讼会继续 他会继续战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的团队陆续公布 拜登曾经强调 他要建立一个多元的政府 反映美国价值观 确实在昨天公布的官员名单当中 就有拉丁裔移民出长的国土安全部 首位女性出任国家情报总监 以及由非洲裔女性担任联合国大使 拜登团队最新公布的官员人选 主要负责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 有58岁布林肯获提名出任国务卿 他在前总统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副国务卿 古巴出生的马约卡斯获提名国土安全部部长 是首次有拉丁裔人和移民担任这个职位 还有首位女性获提名出任国家情报总监 拜登拣选的海因曾经担任过中情局副局长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获提名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沙利文或提名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而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卿的克里 或提名出任总统气候事务特使 除了克里和沙利文 其余四人的提名都要获得参议院确认才可以履职 拜登曾经表示要建立多元政府 因此名单包含了有色族裔人士和多位女性 据悉美联储前主席耶伦也有机会在下一届政府掌管财务部 而拜登团队此前也就公布了多名白宫官员人选 当中包括尤克莱因出任白宫幕僚长 迪隆担任副白宫幕僚长 以及多尼伦出任总统高级顾问等 全部不需要再通过确认程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世卫组织在昨天赞扬了英国疫苗的科研成果 对于英国的药厂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试验 如果是以较低的剂量 有效性可以达到九成 表示这个成果令人振奋 阿斯利康早前公布 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 平均有效性为70.4% 而如果是以较低剂量 其有效性可达90% 在瑞士日内瓦的世卫组织线上简报中 世卫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23号表示赞赏 只稍后将会有更多数据 专家又指这款疫苗可以在正常冰箱条件 即设施2-8度下储存 因此较有利于运输和分发 另外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在全球蜂拥争抢疫苗时 贫穷和弱势的国家有被践踏的风险 空手而回 他并说世卫主导的疫苗共享计划 急需43亿美元注资 用以支持大规模采购和运送疫苗 测试和治疗 明年还需要238亿美元 他又形容曙光线已更加明亮 凤凰卫视 下集会关注到的是 中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 成功发射升空 开启首次地外天体采样之旅 英国发布涉港报告 对于香港事物颠倒黑白 中方语以强烈谴责 台湾自制潜艇正式开工 专家担忧 难以取得关键性的技术 有一种步履不停 市中车我们带来两岸的消息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 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到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 大会在当天上午10点开始 全体起立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王沪宁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689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授予804人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在乐曲声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依次登上主席台 习近平等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 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祖国同成长与时代其奋进奏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旋律 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 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心情事下 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继续学先进赶先进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心情劳动 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 习近平指出 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坚定不宜听党话 使之不欲跟党走 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 积极参加群众性创新活动 习近平强调 要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 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造就一支有理想 守信念 懂技术 会创新 敢担当 蒋奉献的宏大产业工人队伍 习近平指出 要切实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维护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 不断提升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今年适逢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95周年 习近平向为党的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 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工会工作者 向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 以及向广大职工和工会积极分子表示诚挚的慰问 光荣属于劳动者 幸福属于劳动者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勤于创造 勇于奋斗 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铸就新的历史伪业 李克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要认真学习领会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 在今天凌晨成功的发射升空 并且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 开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并返回之旅 目前嫦娥5号处于地月转移飞行阶段 各项的状态都非常正常 预计在今天晚间的10点左右 会进行第一次轨道修正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长征5号瑶武运载火箭 凌晨4点30分 在海南文昌发射场点火升空 将嫦娥5号探测器送进地月转移轨道 GDT分离 起飞后约36分钟 气舰分离 气舰分离 根据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报 长征5号瑶武运载火箭飞行正常 长额5号探测器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现在我宣布长额5号任务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长额5号选择凌晨升空 主要原因是便于奔越轨道设计 减少太阳辐射影响 利于信号传播及观测等 长额5号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四部分组成 在经历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后 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将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分离 轨道器携带返回器流轨运行 着陆器承在上升器 择机实施月球正面预选区域软着陆 在着陆48小时内 通过机械臂表取和钻区钻取两种方式 采集约2公斤的月球样品带回地球 获得样品对它进行科学研究是更直观的方式 也更直接 我们会根据科学的需要和技术经济的条件 来考虑核实实载人登月 目前相关的方面 正在开展这个方面的论证 我想未来的月球探测活动 应该是以人机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 自1972年 人类最后一次执行登月任务40多年后 将再次有月球探测器带回月球样品 有助科学家进一步了解月球的起源和历史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长五号顺利升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表示 期待并且相信长俄五号平安返回 带给大家来自月球的问候 和平探索与利用外空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应该为全人类谋福利 海南文昌发射中心利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在24号凌晨将长俄五号月球探测器成功送入太空 这次任务将从月球上的土壤进行采样 也标志着中国的探月工程进入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的最后一步 在国际上引发了很大反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表示 长俄五号划破夜空的图片很震撼 带着发射轰鸣的视频具有冲击力 确实让人感到激动和兴奋 期待并相信长俄五号平安返回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永无止境 和平探索与利用外空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并应该为全人类谋福利 中方一直致力于和平探索与利用外空 愿同各国继续携手努力 为人类和平探索利用外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更大贡献 另有报道称 世界上很多国家希望中国能分享探阅成果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也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做出回应 并表示中国正在努力加入到美国和前苏联 获取地外天体样本的行列中 凤凰卫视陈其王磊北京报道 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 就一直在推动自产潜艇 今天正式开工 预计2025年开始量产 有专家指出台湾自产率很低 大多数仅仅是进口零件 进行焊接和组装 那各国也会因应自身的考量 使得台湾难以取得关键技术 蔡政府官员一次排开 薛氏自治潜舰的重大政策 进入正式开工阶段 负责新建的台湾造船公司预计 第一艘原型舰2024年下水 隔年开始量产 台船信心满满 但专家指出 总金额近500亿台币的自治潜舰案 包括钢材 推进器 通讯 作战核武器等系统 台湾目前都没有足够的技术 自治率恐怕并不高 严格上来讲台湾是组装 也就是根据工程图 然后向世界各个地方 跟美国有签约的 然后他们把零料件买进来 把这个武器装备系统买进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组装 最后进行锻造 焊接 台湾说潜舰自治 那我们要问你的自治率多少 有没有50% 我估计是没有 在开工前 这项自治案就遭揭露 战斗系统整合 数位是声纳系统两项 台湾无法研发的红区设备 还没有拿到美国的输出许可 美国政府其实对于这些技术和设备 是否输出给台湾 他不是考虑到 近期好像军售关系很好 大开方面 他有时候会考虑到 你很多设备或技术 我美军现役的核潜舰有用 那基于保密或综合各方面的国家 安全因素 我会不会输出去 还是我未来 在同样的厂商等会 会降级 技术降级 也因此 这个还有很复杂的过程 虽然台湾军方声明强调 都已经和厂商签约 但专家指出 签约和官方同意输出 还有很长的协商 这冲过程 台湾和多个国家 厂商洽谈合约 等于进度都掌握在他人手里 容易出现变书 凤凰卫视 林奇兵 陈文堂 台北报道 英国发表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 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3年 英国政府还在通过发表 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对香港事务颠倒黑白 说三道四 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据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 为香港半年报告撰写的虚言中称 中国政府颁布香港国安法 取消庶名立法会议员资格 中方两次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令人质疑中方对一国两制的承诺 英国将继续捍卫港人权力 落实中英联合声明 赵立坚在回应时表示 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3年 回归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切实贯彻 落实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针 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3年 英国政府还在通过发表 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对香港事务颠倒黑白 说三道四 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发布新闻公报称 香港特区政府强烈反对英国发表的香港半年报告中 对若干香港特区近期事态发展 做出以偏概全的攻击及毫无根据的指责 赵立坚也再次强调 中国政府贯彻一国两制的决心 鉴定不移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 鉴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 鉴定不移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英国对香港事务没有任何监督权 和所谓的道义责任 无权借中英联合声明干预香港事务 同时他敦促英方摒弃殖民主义思想 收起虚伪和双重标准 停止干涉别国内政 早日回归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政道 凤凰卫视陈其王磊 北京报道 日前有人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起非法游行集会 并涉嫌刑事毁坏 触犯香港国安法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 已经对事件展开了调查和搜证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认为 警方有责任进入校园调查 而校方也应该管理好校园 防止学生受不良分子煽动 进行非法活动 香港中文大学上周四举行网上毕业定例 有自称中大学生的人士 在问邮项有关方面申请下 于校园内举行非法游行和集会 期间有人随处突兀 损坏财物 并高喊港独口号 展示相关内容的标语和旗帜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 接报后已经介入调查 本身是职业律师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立法会议员张国军认为 大学校园并非法外置地 无论是违反防疫法例 刑事毁坏相关法律 还是香港国安法 警方都有权 及责任进入校园内进行调查 特别是校方经意通报警方之后 警方也都有他的责任 是应该去到大学校园里面去调查 还有如果有人犯法的话 也都应该是他将有关的人士 是承之于法的 我想这一点是让社会清楚明白到 大学的校园里面 大家都要守法 大学并非一个法外之地 张国军留意到 事发前已经有人在网上 煽动组织非法游行示威 因此不排除有校外人士 当天在校园内进行违反活动 过去一年多里面 我们见到其实这个情况 是迫而且是给一些 有用心的人 利用这个渠道 是煽动很多的 我们的年轻子女 出来参与一些社会的抗争 甚至一些非法的行为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都很认为 其实我们在香港教育界 都要想一下 怎样去更好 更有秩序 管理好我们校园 防止我们的学生 或者同学 接触到一些不良的分子 事件发生后 中大立刻报警 而教育局也发声明 谴责相关违法行为 张国军认同这些做法 认为无论是特区政府 还是社会各界 在处理相关问题时 应更加果断立场清晰 及时向社会传递出 不容许类似行为发生的讯息 凤凰卫视 金晓菲 香港报道 好 稍后我们会带来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继续搭乘时事直通车 国新版今天举行记者会介绍消费扶贫的情况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郭兰峰强调 消费扶贫不仅要把贫困地区的产品销售出去 更重要的是要让贫困地区能够逐步接触到市场 很多贫困地方的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大赛 所以我们第一步先创造一个市场 它没有这个市场 需要采用行政的和市场的手段 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它的市场问题 它的产品确确实实 以前都是自以自用的 更多的产品都是自己消费的 而没有跟国内的大市场相接触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中央国家机关 所以待会儿都有自己的定点复兴线 包括的一些定点的复兴工作 包括我们的一些地方结队 包括我们国有企业 大家来主动地购买它的一些产品 顾兰峰说消费扶贫还要解决的是 产品外销的物流基础 要提升产品的质量 同时也需要通过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等方式 让发达地区的人到贫困地区旅游 从促进贫困地区民众与外界的交流 改变当地一些落后的生活习惯和理念 对于网络直播销售贫困地区产品质量 参资不齐的问题 发改委强调 下一步会通过鼓励标准化 大规模生产 建立品牌等方式 提升贫困地区产品的质量水平 第二十四届开罗国际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会 在埃及的首都开罗接幕 埃及总统赛西 总理马德布利 以及十位内阁部长都出席了开幕式 展会还吸引了包括维柴动力等多家中国企业参加 第二十四届开罗国际信息与通信技术展 吸引了来自全球不同行业的数百家境内外展商参展 涵盖交通 石油 军事 通信 新能源 安防等多个领域 主办方还打出了大富贵的口号 借此提振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经济 此次展会预计将吸引超过五万名客商参观采购 除此之外 展会也吸引了多家中国企业参展 埃及总统赛西 总理马德布利在巡管时 还驻足参观了维柴动力的展位 并听取了介绍 维柴动力北非首席代表刘辉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此次他们带来了维柴天然气动力总成参加展会 为保护环境和利用国内天然气资源 埃及正大力推动油改气政策 为迎合埃及绿色发展 目前维柴动力已经在开罗公交车上装备了天然气发动机 并进行了六万公里的入市 油改气后将节省40%的运营成本 开罗公交公司已经与维柴动力达成3000台天然气动力总成的购买意向 埃及是我们维柴的战略市场 我们来埃及参展主要是让共多的国内外人士 共多的了解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目前埃及政府力推天然气和纯电动等新能源产品的拥有 这与维柴的核心技术和优势产品高度吻合 我们愿意与埃及各界一道加大在埃及的当地投入 带动当地就业 为埃及的工业化进程贡献一份力量 埃及在其地中海经济专属区发现巨型海上天然气田后 不仅实现了能源的自给自足 还致力于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产业 许多像维柴动力这样的中国企业看准了埃及市场 将中国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引入这里 富凰卫视张鹤艾亚 埃及开罗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两岸3D今天股市的收盘情况 首先是内地的股市 经历了连日的反弹之后 沪深两市陷入调整 稀土旅游半导体股整体领先 前期走高的光伏航运金融股显著回调 而家电和黄金股则是跌幅居前 互指最终收跌0.34% 深圳指跌幅是0.38% 香港的股市今天反复波动 缺乏方向 但是中场温和收高 创出3月5号以来的收盘新高 横指收盘涨幅是0.39% 至于台湾的股市反复走低 加权指数早盘走高 盘中曾经上探到历史新高 但是电子股盘中显著回调 大盘早为回落 所以加权指数最终是收跌0.51% 国际美元的汇价在周二进一步的转弱 会多种货币都下跌到近期的低位 但是人民币是温和下跌 新冠肺炎疫苗继续有进展 加上美国白宫终于落实 可以开始全力交接工作 财长人选也受到金融市场欢迎 令风险货币受到追捧 美元承压 并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加快下跌 对英镑和澳元下跌至接近三个月新低 对新西兰元更创出2018年6月以来新低 对欧元和家元等其他货币同样弱势 不过人民币没有跟随美元的低势上扬 中间价下跌90个基点到6.5809 是超过一周最低位 及其会价开低走低 午后最多层下跌172个基点 抽盘缩减跌幅至67个基点 报6.5761 离岸会价相对平稳 与在岸价保持微幅的倒挂 市场人士指出临近月末 客盘购汇需求上升 压抑人民币的表现 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互渐涨跌 南非兰特涨幅明显 但土耳其里拉大跌 并一度失守8对1美元关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